各位同仁请就座我们继续开会 我们请李怡婷一言执行时间45分钟 好谢谢 谢谢主席我们师长以及师傅团队 还有我们各位媒体女士先生 我们议会同仁高雄市民的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是本期呢 第二届第四次的定期大会市政总咨询 那首先呢我们想要先来 因为本期的选区呢是在林园大辽区 那我想来探讨一下 在我们的大辽区呢 在我们的高雄市呢 目前呢在整个一个联合行政中心的成立 都做得已经很完善了 但是呢在本期的选区里呢 有大辽大辽区公所 这里的人口数呢有11万多的 那这个主要建筑呢是在我们民国66年来落成 那至今也使用将近40年了 在这么狭隘的一个空间里 我们要服务 这个是行政中心代表了一个我们市府的团队呢 一个在地的一个行政中心 那在这里呢 这个空间里服务了11万多个人 我觉得是很明显明显的一个不足 那也经常受到我们相亲的一个澄清 因为呢我们这里呢有很多的单位 代表着我们市政府 所以呢我希望呢我们市政府呢 能够来规划是否应该已经到了太旧的一个 新建的一个程度 那在我们林园区公所里呢 林园区公林园区呢总共有7万多个相亲 这一栋更久了从民国4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使用了60年有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还有在我们这一次的木兰地呢 跟我们的梅基风灾呢 对林园区公所所造成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毁损 这是我们看照片上呢 这是我们林园区公所一个救灾中心 一个防灾中心 也是一个指挥中心 那这次防灾呢整个触电 整个扫下整个人满目疮痍啦 那我们这个行政中心如何来指挥 如何能够来救灾呢 所以我想呢 针对这一个大辽区公所跟林园区公所 我想先请市长来答复一下 来市长请答复 谢谢 谢谢副市长 谢谢李议员 整个林园区公所 在烘胎后 整个收入收入整个储备店 还有很多毁损的非常严重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区长跟民政局 希望我们立即用回馈金进行一些修复 但是我们立即就讨论到说 林园区公所这么久的时间 我觉得在林园区公所 应该中心来建立一个行政中心 我们民政局区长跟幹部团委 他们有在林园区 有去看新的行政中心的地点 大家有找到持有的土地 和现在已经在进行一些评告 我希望在我的身体 在林园区公所 新的行政中心可以完成 我要求民政局区公部团队 尽快在这个部分可以来行建完成 也要还有一些在林园区签计队 林园区的行政 我觉得都可以用作会 我相信未来对我们林园区 所有的乡亲市场 还是需要区政府帮忙 那个地方我相信会很方便 所以我在这里简单给你与我们打托 所以市长的答复是 希望在市长的任内还有两年的时间 我们林园区公所将有一个完整的 一个规划以及新建 那接下来我想再探讨一下 在上一次本席在上一次的咨询里 我有提到在我们的国际评仰里 台湾的学生一层的学历不足 那包括我们的专家学者也说 学生看不到未来 老师失去热情 政策缺乏共识 这个三点呢 其实让我本习震撼也很久 也深思很久 到底我们现在民进党全面执政 我们该给我们下一代 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也好 还有良好的一个吸收知识的一个教育也好 这一点呢 我希望呢 在我们教育局里能够有一个共识 甚至很多政策 我都希望从我们高雄市来做起 那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全世界台湾 就台湾的学生 我们上课的时数是最多的 那从我们的国小 国中 高中 现在目前呢 这三个阶段里呢 他们每天 学生呢 每天都七点半 有的甚至是七点就要到校了 所以呢 每天忙到 读书读到晚上九点十点 我觉得这真的是太过劳了 你看 我们之前呢 新闻也有提出来 台湾有多半 有半数的国中生 每天在校时间超过十个小时 每周达五十多个小时 学生的人权比不上劳工的人权 这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来深思 因为呢 我们的孩子花那么多的时间在学校里 早上又那么早起 他们的睡眠有没有充足 那我来提到呢 我们明年呢 高中呢 每周有两天 可以延至八点到学校 我希望这个政策呢 在我们高雄市政府的一个教育团队里 我们教育局长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带头 在我们高雄市的学生里 无论国小国中高中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带头这么做 除了高中 现在政策是实施说在高中 高中可以这样嘛 那我们国中小可不可以比照办理呢 来 机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李宇远 对这个议题的关心 其实全国的家长都在关心这样的议题 就台湾的学生看起来待在学校的时间 长过一般国外的先进国家 可是他学习的成效是不是有达到 说你待的时间长 但是成效没有学习的那么好 所以教育局的立场是鼓励 在教育部规定的那个时数范围之内 是鼓励各校可以运用他们的弹性的时间 去调整这个上下课的时间 但是上学的时间 通白都会牵涉到交通的因素 家庭的因素等等的因素 学校只要校务会议通过送给教育局 来备查就可以了 那现在高中有了一个新的方向 就是说高中生因为普遍睡眠不足 所以教育部回应了这件事情 经过各区的分区座谈 每个礼拜等于是有两天是可以 学生自己决定 我早自己不来也不算是这个祭典等等 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学习的东西 那我们希望能够启动国中生 国中的学校进行这样子的讨论 国中生那国小呢 其实我觉得国小是还在发育的阶段 其实国小跟国中我才是认为最重要的 那你小朋友现在每一个从幼稚园开始 我就要上一堆才艺 那到了国小我们又有科业压力 又上了除了才艺以外的 比如说国语啦 什么英文啦 这些从国小就开始在学习的 所以经常看到很多家长来曾经 他们不补不行啊 那如果早上早自习又要有一个考试 那下午呢高中生国中生 要留到第八节的一个辅导课 其实他们在校的学生还有课外 即使放学之后呢 他们还要去补习班 所以我觉得每天早上七点半 甚至七点到校我就都觉得太早了 小孩子根本都叫不起来 而且也严重影响他们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发展 对 林远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觉得很多都是家长的观念想法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国小现在是最能够快乐学习的 不用那么多的负担 而且国小的学习非常的活泼多元 那启发小孩子的自己动手做的能力 思考的能力 创造的能力 其实都是在国小这个阶段 那依照现在看起来的时间 如果国中校七点半以后到校到六点半放学 这是指国中 那国中的在校的时间呢 大概是加课后辅导 在校时间跟上课时间不一样 他中间有休息 下课时间 有午休时间 午餐时间等等 大致来讲上课的一天的时间是 五点二五小时 如果在家第八节 大概将近六个小时 但是在校的时间最多只能九小时 就像那个李源提到的 很多父母还继续让小朋友去补习等等 其实我们觉得那样子过多的学习 对学生来讲 刚好是学习兴趣的扼杀 反复去练习这些考试的题目 这不是我们教育要的 我们教育要的是培养学生 好奇心 自主学习的能力 动手做的科学的能力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 数学跟科学的教学的方法 必须要从国小开始就要改变 所以我们国教辅导团是分区到各校去辅导 特别是在国中会考 在这个代加强的比例比较高的学校 我们都列为优先辅导提进精进的地方 我们教育局长的观念非常好 请坐 那我也希望在我们高雄市的 我们教育局的大家长能够把这个观念 透彻的跟各学校来宣导 我不希望说我们的小朋友 上课时间那么长了 然后影响身心发展 然后就每天好像也没有什么活力的 就像您刚刚说的 其实在我们这个小学国中的阶段 他们应该是最快乐的一个时光 最无忧无虑的 我不希望说课业压力压得他们死气沉沉 好 那接下来我再探讨一下 林园最大的学府 也是学童最多的一个林园国小 它的PU跑道呢 目前使用应该将近七年了 是应该到108年 才有大达我们的十年的一个年限 那在那么大的一个使用率 我刚刚也有提到林园国小2000多位的学生 这个使用年限 我知道我们工部门呢 之前有跟我们局里谈好过 为什么要10年才可以换 那我们这个年限 它定的标准又是如何 在你那么大的一个学校里 跟一个小的学校里 有个小的学校才几百个学生 这个大的学校里 它有2000多个学生 而且晚上呢 还有我们的社区民众来使用 那最近运动会要到了 我每次看到这个PU跑道 我真的是觉得很恐慌 我们该为他们做什么 我们该如何去保护学童的安全 这个运动会是大家都在使用 大家都在上面跑的 那我们的PU跑道 那么的破损那么严重 又未达到公部门的一个标准 这个政策该怎么 怎么来翻转 怎么来改进呢 我们教育局长请回答 来 局长答悟 好 谢谢议员 其实我们在教育委员会 追着议题也讨论很多 那甚至有议员提到说 其实我们不应该一握风 去追求PU跑道 它的施工 它的使用年限还有它的维护 大致五到七年 就会出现损毁的情形 那这个只能做这个局部整修 那都过了这个十年 就开始要全面的泰环 每一所至少在四百万到六百万之间 你看照片中那么大的一个范围 怎么做一个局部的整修 所以我们这一次在议员咨询之后 体健科也立刻到现场 再去做一个会诊 也跟学校做了讨论 学校是觉得说 当然是在损毁 但是对于说 使用跟维护的计划 必须要提出来 那现在来讲 需要的话就先做一点局部的维修 只能这么做 那它的整体的情形 还是要让在使用者 事实上对伤害性要减少 因为使用这么频繁 使用那么频繁 那如果学生造成学生的一个受伤 这谁要负责 这哪一个单位要负责 这个当然要尽量避免 我们要去再去会许再处理一次 尽量避免 先天的条件就是PU跑道一定要 即使说它现在马上就要更新 其实我们要向教育部体育署申请经费 其实也是要排队等 它没有办法马上给我们每个学校的经费 本席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希望有急迫性的 有危害我们安全的 我希望我们局里这边都应该积极的去争取 因为这个也几百万 可能几百万就花得起来 我希望在我们先进的 我们那天委员会里探讨 有红土的也好 有人工草皮的也好 甚至也有的 我们也有提到这个PU跑道 在日赛里或许也会暴露这个毒素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积极的去改进 如何是对我们小朋友是最安全的 给他们一个最安全的一个环境 那我刚刚的重点就是 希望我们公部门这里 不要局限在那个年限里面 因为我刚提到的大小学生 大小学校的学生使用率不同 谢谢局长 谢谢 现在我们民进党执政了 那蔡英文总统呢 也很编列了一个庞大的经费 也一直希望能够来推动一个长照 2.0长照 现在已经也慢慢在上路了 那这个政策是很好 但是呢 我们再反过来一个方向来讲 现在呢 我们面临了一个少子化了 那现在好像未来我们年老 好像都要让政府去照顾了 我觉得这样编列了再多的预算 编列了再多的经费 好像都还是不足够的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呢 这几年推动一个社区关怀据点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那本席本身呢 也是担任顶措社区的理事长 那本席的婆婆之前呢 在家里帮我照顾小孩 那小孩子去读书了之后 我就一直鼓励他去 那个关怀据点上课 也就是说我们的日托班 他刚才要去的时候都觉得很抱歉 他好像在家的时候 他说他老了 抱歉 我说不要紧你去 你最年轻的 结果他现在去了 上了差不多四年有了 他每一天都很期待 都很想去上课 我切包干了 就说他今天要来上课 然后志工教了什么 教了他画画 他今天从小到大 那很少机会去画画的去提笔啦 或是做一些手工艺品 每次上课回来都很满心欢喜 那在我们家属看了 我都觉得也很高兴 真的是 是大人很高兴 我们就高兴嘛 所以呢 我之前跟我们 跟我们那个社会局调了资料 我们高雄市呢成立了 总共成立了850个社区发展协会 那各区设置的一个关怀据点 我们只有214个点 那在本席的林园跟大辽区呢 林园区总共有24里 目前只有成立四个日托班 大辽区呢 有25个里 目前也只有成立12个关怀据点 那我觉得呢 推动这个长照 平常是就是要落实 我们去照顾长辈 这个日托班 政策那么好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社会局长 目前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 我希望我们局里呢 能够再大量的去培训志工 因为每次 我相信社会局长 每一个关怀据点也糟糕糕 每次看到长辈 他们那个欢喜心 还有我们的志工活力 其实七八十岁的人 只要有去上日托班 我觉得他们是活力真的没输 我们年轻人呢 所以呢我想请问我们社会局长 在我们培训这个志工方面 还有我们推广 社区关怀据点的这些政策 还有没有什么新进的 或是一个新的计划 或是规划 来 请答复 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的关心 我们目前 截至十一月为底 十一月底为止 我们现在已经 建置到两百一十七个 我们社区关怀照顾据点 那那个议员您负责的那个点 我有都去过 真的是推动得非常的好 我们现在这几个点 主要就是推动 针对老人关怀访试 电话问安 咨询转介 服务还有餐饮 共食 健康促进 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那按照我们长照2.0的一个 相关规划ABC 我们是希望长照上路之后 我们现在两百一十七个点 目标是要达到两百九十七个点 这个是我们卫福部下 希望各县市 按照相关的比例 要达到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的数字 其实我们各乡镇 还是会找合适的地方 找合适的在地的单位 我们现在850个 社区发展协会 其实除了社区发展协会之外 我们还有跟其他很多 相关的单位 例如是民间的一些 社福团体 甚至说宗教的团体 其实我们都有在合作 那其实 您说到我们有什么相关的 一些赔利的计划 或者创新的一些服务部分 除了说我们可以跟中央 申请一些相关的 开办设施设施 开办的设施设备费 还有一些业务的费用 还有我们志工的一个 补助的一个经费 那我们社会局 针对几个特定辅导的 它开放的天数 比较多的这几个点 我们还会有提供服务人员服务费的一个 终点的补助 那甚至我们现在也有选定几个 几个 试办点 我们会 导入 知能治疗师 进来帮长辈做附件的一个服务方面 那我们 目前推动的状况反应也都很好 那我们也都有结合民间的资源 那我们也希望 如果这样子的 试办计划推展的 效果真的很好 我们也希望可以广泛的 增加到更多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据点 那我们现在 除了我们据点的服务之外 我们还会推 这个据点以外的一些外展的服务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还会持续的推展 也是配合中央的 长辈2.0社区发展模式 谢谢 其实我觉得关怀据点 他的灵魂人物 除了我们社区的干部之外 其实就是志工的一个带领 那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在顶错社区里 那我们的志工带领 我希望我们局里也去辅导 我们附近的一个社区 比如说做一个联合 我们现在不是还有一个 什么旗舰社区吗 这就是整个我们 好像之前林园这边 也有七八个联合在一起的 一个旗舰社区的一个成立 但是后来呢 就是大家可能大家也忙 或是我们政府这边的福利 做得不够 人家志工有的就退了 那顶错社区呢 从民国90年就开始推动 可以算是我们林园第一个 那个关怀据点的一个成立 那做到目前呢 也是相当的好 那所以呢 我希望这个政策 那么好的一个政策 那么好的一个关怀据点 那么好的一个日拖班 可以让长辈他们出来运动 然后心情又保持得那么开心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 其实在推动一个 长照一个返乡的思考 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各区里 各个社区里呢 都能够广泛的去推动 这个关怀据点的一个成立 谢谢局长 那我想再来探讨一下 我们大平顶的都市计划 这个都市计划呢 总共有两千 两百多公顷 那涵盖了在 也涵盖了在我们 大辽区跟林园区 所以呢 我接到非常非常多的地主来澄清 这是要拖几年 好像 虽然范围那么大 但是我们每三年至五年 一定要有一个通盘检讨的一个计划 或是送到跟我们内政部来探讨 但是地主呢 因为上一台一等到这一台了 这一台也是这样六七十岁 他说到底是要等到当时 我想请我们都发局长回答一下 来 局长请答悟 谢谢主席 谢谢李源 那李源关心的这个 大平顶特定区的都市计划 那个在今年 我们就送到内政部去审议 第几次了 这一次是我们四月二十几 二十几号报到内政部去 请他进行后续的审议 那内政部是在今年的五月 有召开第一次专案小组会议 那整个面积最主要是 他的面积确实是很大 那整个在四度委会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召开了大概七次的专案小组审议 那专案小组最主要是一一的去听取 每个所有陈情意见 然后由他们来充分来表述 让委员了解状况 你说涵盖了两千多公顷 我刚刚我们的 虽然程序要走 但是也走得太慢了 来我这边陈情的 还有我们大平顶以东地区 那到任问的公寺 任问的就是有涵盖到 林源的这个地方是两个一个都市计划 我们这边都很归宿的 他们人民都真的 我来陈情的相信 大家都都气不不 这真的还要等几十年 这个跟议员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那个因为这个案子 今年六月的六月底的时候 内政部都委会的那个小组委员 也有到我们这个场地 来进行现刊 那我们大概会 我们大概今年年底会把 这个第一次的小组的意见 跟委员来献看看的意见整合起来 我们会再补充一点 局长你知道他们的心声吗 因为呢 比如说大平顶以东的一个地区都市计划 他们里面有道路用地 有机关用地 有学校用地 他也有公园的预定地 他说他没希望我们政修 他说他知道这政府没钱 他说不需要跟我们政修没关系 但是这边的预定地 行因 让他们能够自由的运用 他们这都没赚钱 买买也没钱 所以他们很希望说 我们民进党全面执政了 这些土地还给他们 如果你在通常盘检讨的话 你们没有用到那些土地 这些好好也不可能 再增见了 这些土地是不是可以行因 他们只要求这样而已 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很基本的一个要求 也是他们一个基本的一个权利 所以我希望在我们这边跟内政部讨论也好 我们都市计划委员会讨论也好 我们要有一个有效率的 不要像之前这样拖 改行他们的土地 让他们自由 你像你现在扫紫花 你给侯侯 你没法再去 那这些运定地就还给他们 你感觉呢 所有的公共设施议员提到是所谓公共设施保留地 他们每一个公共设施的保留地背后都有一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这个过程当中之所以耗费时间 除了刚刚提到面积很大 大平地特地区两千多公顷 大平地移动六千多公顷 所以这个每个意见我们都会很审慎的来去看待 那至于所谓公共设施保留地的问题 当然是有很多方式来去解决 那如果经主管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评估认为说他不需要用这个用地 那我们都会在都委会的时候 去跟委员说明这个东西 这是重点 这个我们会说明 那这个进度反正我们会加速来进行 我们也会跟内政部这边持续来沟通 希望说能够能够来 来去反应地方的这个 希望能够快速省医的这个新生 好 局长请坐 那这个接下来的议题呢 我相信呢 在我们的议会同仁咨询里呢 相信每一个 每一位议员呢 都会遇到的一个 呃 陈寝的 问题啦 那我们今年的地价税呢 飞涨 那百姓吃不消 这真的造成了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民怨 那以我们大辽工业区附近的地价税 来做一个比喻 这是一个地价船的 我看104年的税额缴了52万多 105年的税额缴了98万多 他说其中调涨了86% 我感觉这是地价税是地方税 这在我们的一个官方网站里呢 我们高雄市呢调涨了28% 将近29% 这是真的虽然说 政府没钱 但是我感觉一次调整的那么多 真的民众负荷不了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地震局长 这是你再跟我们市民朋友说明一下吧 来 记长答悟 好 谢谢 谢谢副议长 谢谢李议演对于公告地价的一个关心 这边跟议演报告 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调整的幅度是32.52 那个是全台湾地区六都里面排名第四的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调整 主要是依据内政部的一些原则 还有内政部一些指示来做调整 调整过以后 内政部指示有没有说限定说一次要调整多少 还是我们地方自己决定 没有 他有规定要三年公告限制的一个累计的调幅 我们三年累计的调幅是32.5 那我们公告地价的一个调幅是32.52% 所以只有调整一点点而已 这样调整下来的结果呢 真正这个适用一般自用住宅的税率跟基本的税率 就占了97.8% 等于是说一点 因为将近2%左右的这个土地所有权的人 他要负担这个比较重的一个税率 因为这个事实上他可能是土地比较多 或者是他的价值比较高 而且达到累进的一个税率 所以这样的一个调整呢 我是觉得也是符合这个量能克税的一个原则 好 局长请坐 那在之前我们六都呢 整个总共这个地价税呢 税收是将近500亿 那这一次调整呢 我们六都总共又增加了200多亿啦 这200多亿的都为我们人们的六地拿出来 大家试着想想 现在我们真的大环境不好景气不好 大家要脱身外 要上班都已经领了那么微薄的一个薪水 那之前我们也有议会同仁提到 这有的地都是假生来的 那他们在一个收入一个很频繁的一个情况下 那又要扣那些多钱来落这个地价税 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我也希望我们师傅团队在这里呢 在下一次的调涨啦 不要一次涨幅这么大 这个新闻这个调涨的幅度出来是造成全国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弹啦 那包括我们在我们的选区里 还有我们各位议会同仁的一个选区里 大家我觉得这电话是这么不容易 大家靠来就是一定没啦 那我希望呢在下一次的调整 希望能有一个方案或是一个微薄的调整也好 不要让大家不要让百姓呢 就觉得一次调涨那么多 你如果说今天经济好 大家要落钱是没话 你经济好啊 那你现在经济那些怎么败你再一次去到那边坐 这大家没空意吗 换就是我们在在座的也是因为会有那个心情 会有那个心态嘛 那我想再探讨一下 这个废弃轮胎呢 在我们之前的新闻里呢 大家也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共鸣 我们的回收厂 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小摩托车 还有我们的大卡车 这个在台湾的一个运输工作里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啦 但是呢 我常接到我们的车行也好 还有我们的机车厂行也好 你现在要回收档业 除了业者少 然后回收也没有价钱 你说要既然又吞这些东西 他们还要去买土地 还有还要有地方来堆滞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我们环保局长 目前我们环保署的政策 或是我们在高雄市的一个政策 对于我们废轮胎的一个回收 目前的情况是怎样 来 局长 达吾 好 谢谢副议长 谢谢李远 那废轮胎其实会发生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整个台湾 原本处理厂从五家 现在变成三家 高雄市吗 不是 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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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原本五家变成是三家 那整个统计的情形来讲 全国 全国每个月 产生了大概有1800吨左右的缺口 那在我们高雄市来讲 刚刚议员所提到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机车行 第二个是大货车这一类的 就是一些保养厂 机车行的部分 我们现在环保局势 全部都帮这些机车行来收 那整个平均来讲 每一个月 每一个月大概可以收到140吨左右的 收到哪里 我们现在先暂时放在我们的一个 堆滞厂 堆滞厂 那上面再盖着帆布 那这里面有一部分 大概会有一半左右 经由刚刚讲的那三家厂 那三家厂 陆陆续续再出去 那大卡车的回收呢 那大卡车的这个部分 在目前的法令的规定来讲 这是业者本身要来做的 但是我们还是尽力的去进行协调 所以我们现在也协调了中部的有两家的厂家 每个月可以收这些大卡车的这大链的这部分 每个月收它600条 那我们回收我们业者要给他们钱吗 叫他们来债 要给他们钱吗 那个目前来讲 目前来讲是不用的 是不用 但是因为整个轮胎的价格在整个 就是现在一直在下跌中 所以这些最后端的这个处理 这些轮胎的厂家 他感觉说他没有利润 所以他其实整个一个处理的一个 去化就产生了这些的问题 所以你看全国只有 目前只有三家在回收 原本是五家 又变少了变成三家 那是不是我们的 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 我们没有去鼓励业者来做一个 回收的一个机制 你看每一天 光是我们高雄市 就一两千档的回收量了 那在全国那是真的更不得了了 而且你看这样乱堆滞 你如果有的还没有 还没有让业者回收 他们在堆滞 然后堆滞你又 下面下雨或是落水 常年在外面不晒 是不是有引发登革热的一个 病媒的一个支撑 是这个当然是有可能 因为其实轮胎是一个 支撑员的可能的地点 因为那个轮胎又那么重 他也不可能每一天去 把它穿穿 把它变变的 所以基本上 像以我们回收回来的每个月 这一百多吨的放在堆滞场 除了盖帆布之外 我们大概每一个礼拜 就会去消毒一次 就去喷洒这些灭纹的药剂 这个也是担心 就是说有一些病媒纹的 一个支撑的情况 那业者那边所堆滞的 我们也是建议说 他们本身一定要也要这样做 我们的同仁 登革热防治队的同仁 也会去做一个检查 所以也是避免 就是说整个病媒纹 整个一个支撑的这个状况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共识 就是看我们建户要怎么去回收 这些 其实轮胎还可以再利用的 它把它分解完 其实可以达到一个 百分之九十九的一个 回收再利用的一个资源 那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倡一个 循环经济 这就是要鼓励我们业者 去做这一个行业 全国只有三家在做 这真的是太... 这个跟议员报告一下 其实这个为什么从五家变成三家 跟目前环保的这个空污的标准 越来越严格也有关系 那那个环保署也开放了 这些废轮胎可以出口 所以 那你就请局长这边 再积极跟我们的政府沟通 再把这些业者的新生 您这回收的这些轮胎 该怎么去堆置 该怎么再去利用 做一个好好的去做一个规划 谢谢局长请坐 谢谢议员 这是我们终于渔港 那请些日子呢 在我们终于渔港 其实在早年十几年前 到目前啊 其实真的到目前 我们终于渔港是还蛮热络的 那每天三四点的 在那边看渔货量交易呢 都那个市场很热络 那我淋房的虚面的也这么不少 上一次呢 我看到了这个 我真的有没有分头 我觉得整个渔市场 我们争取不来了 之前一直在争取一个观光渔市场 我们争取不来 结果这一个建物已经达到了一个回损的情况下 我们市政府这边呢把它整建了 我一天看的怎么都是铁皮屋 那些渔民跟我讲 这设计算设计啦 我说 他说这用到设计算设计啦 我们是不是叫人家做大体厨的 做民事的来做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景观这个建物真的是很不符合我们市府团队 会在这几年在各个地方各个角落里建的一个东西啊 但其他说只要美轮美化我就觉得我们的 铃鱼市场虽然说这是一个整整理鱼网 补鱼网的一个场地喔 但是在他们的渔民说这穿的买给他们大家喝酒的 这样开港的这样啦 我觉得整个建物真的是 如果到我们淋坊喔 看了工业区还那个 我们整个渔民都还有在运作 为什么会去盖这一个 局长请回答一下 来 局长好 谢谢副议长 谢谢议员 我想这个部分其实原本的这个临近鱼会的这个鱼市场 只要是生产地的鱼市场 那是提供整个这个进港的鱼船卸货 然后其实批发交易之用 那这个遮阳棚的部分 当初其实是用这个钢筋混凝土的部分所建构的 那其实已经经过年久失修 然后也经过相关的这些侵蚀 所以说其实就已经 这个建物就开始在当工啊 我觉得盖了那么久 我们都很期待 因为当初你们的规划 你们也没有给本席看 我们民意代表都不知道 所以盖出来之后呢 让我们的渔民跟我们的民意代表 我感觉很失望 我们现在企图的东西还有这种 我想这个主要是因为这样棚的部分 然后当初我们在规划设计的时候 也有找过当地的渔民 因为其实是整个这个卸货进来之后 你有找过当地的渔民 但是也是当地的渔民来跟我们反映啊 有好几个我到了当地 我就大家都在说这起到这样 是要冲啊会 没关系我想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当然现在的整件 因为其实是需要跟当初在设计的过程中 也有找过渔会 以及当地的渔民来讨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 这些遮阳棚的施工方式 那我想所以 我想如果议员有这样的一个意见的话 我们在这个部分的之后的处理 看要能够有一些怎么样进一步的改善 或是处理这样子 好 请坐 在今年 我们的 在我们去年呢 我们高雄市议会三读通过 高雄市既有工业管线的一个管理资质条例 那我们当初有规定 石化业者应该在 一定要在年底前 来把公司设计在高雄 那以中油为例呢 他每年呢 上缴中央四百多亿 那我们高雄市只有 只有得到一个六亿多的一个税收 税缴中央 然后在我们地方无量 那目前 我相信呢 我们这些石化工业区呢 他们厂商应该都已经签到我们的 高雄市了 所以我们的统筹分配款 我们有将近27亿以上的一个收入 那在这一个税收的一个增加 是否也代表我们的一个建设的增加 是否也代表我们一个生活品质的一个上升 在我们宁园地区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62年 在民国62年 我们工业区就已经成立了 也背负着一个全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担 到目前为止 包括我们中油新三清的扩建 那个男子那边停掉了 后进那边停掉了 来我们林园这边建厂 当初我们没有签落日条款 这个落日条款 对我们全体人民 全体乡民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期待 那现在我们民进党全面执政了 现在税收增加了 地方的无量没变 那在我们的地方的建设上呢 也是一个很慢的一个发展 我感觉在我们林园的乡亲里 感觉更少多 还是我们用生命去换来的 也是我们用死命去换来的 在地方那么长期的一个住宅区跟工业区 只有100尺的一个间隔 在我本席呢 今年6月去日本参观 他们的工业区里 隔了一个60米的一个地带 一个绿带 然后再有在规划一个轻工业区 所以他们那边的工业区 在一个川崎市里 他们的工业区其实是跟住宅区 分隔的相当的遥远 轻工业区就是他们的文书公司 他们的配工 然后在一些什么 就是支援这些工业区的厂商的 他们那些轻工业区 然后再有一个60米的一个绿带 然后再有我们的重工业区 我觉得当初政府 他们政府在那边规划的相当好 所以呢你江亚区呢 有联合公安 其实他们居民是不会跑去抗议的 甚至于他们的工厂里 他们没在给敦期募领回馈基金 他们是都交给中央政府的 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在高雄县呢 我们在高雄市里 我们要规划一个石化专区也好 我们要签这个大领埔的也好 我都希望呢 我们市长 我们市府团队的眼光 就来我们联盟 我们如何对林园的乡亲一个期待 如何符合我们林园乡亲的一个 一个阶段在那里 在我们市长这一届的选举里 我们林文乡亲的拿了全 38区第二高的一个支持率 所以林文乡亲真的是对市长很值钱 所以对市长也有相对的一个期待 我们刚才说的只有一些资格 一强资格就是工业区 就是住宅区了啦 那我们的痛苦指数破表 我们的癌症指数也超标了 那之前在说的 我们的学童他们的 他们的体内读书有超标 在我们林园地区里 没有看到我们市府这边 来为我们的学童做什么 我们的一个健康检查 还有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个健康检查 目前是都看不到的 那如何我们去如何来照顾 在我们增加27亿的税收里 在我们增加27亿以上的税收里 市府是不是有那个规划 这样一个比例 这样一个专款专用的一个规划 用在我们的乡亲 包括我们的建设 包括我们人民生活的一个居住品质 还有一个我们的身体健康 我请市长回答一下 市长请答复 谢谢副议长 谢谢李纪元 我想在我关系学院 加七百 就是九十年 加七百五年 你说林芳大厘李纪元的参加 在大厘地区 当日的建设经货 132亿6千437万 在我们林芳地区 62亿3千680万 所有的建设 不管交通 不管交通 不管環境的品质 地水三业丁丁 我想我们都很尽心 造成今天林芳的乡亲 处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居住环境 我问鬼 虽然不是我造成 县市合并也才六年 不过政府是延续的 我也认为很努力 一直认为污染最严重的地方 就应该给予更多高度的建设 所以对于林芳的乡亲提出很多 有些你们没有提出来 有些我们认为 林芳地区 大厘地区 应该有的建设 我们都是非常积极在努力 那刚刚我们林芳地区 特别提起我们的中央统筹分配款 因为我们现在要求 高雄市十四家所有的酒化三业 总公司都要搬来高兴 我们中央统筹分配款 过去是过去三当云业额的平均 我们现在酒化石化工厂的总部 到现在是第一年 那今年我们也会要求 中央不要说过去三年 营业额的平均 我们是不是每年每年这个部分 那我也认为说 如果因为石化总部签到高雄 那当然整个空气污染的影响 是整个大高雄 但是我们这石化工厂之所在的地区 我会认为它的很多 不管健康风险评估 不管是当地很多生态环保各种建设 我个人都认为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更努力更加强 虽然县市合并现在才六年 但是我想副议长在这里包括李议言 我想你一定可以感受今天的大辽 跟今天的灵眼 跟过去六年前 是有非常大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会认为我们会继续来努力 那刚刚我们对于整个灵眼地区 我们有若干的地区 空气品质不佳 环境各方面 那我想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可能 在这个部分 那我们最近对于整个 我还跟我们的养工处同仁提到 因为院长在十一月二十九号 去我们大拿步 跟大拿步地区这个地方 不是千川而已 在还没千川以前 当地的卫生环境各方面 应该中央政府环保署和地方政府 应该在这个部分尽力来做更大的改善 我完全都同意 所以我也要求我们的养工团队 我是认为在大拿步 我特别提供我们的任务 那个地方 环境四周围 现在任务的工程 各方面道路等等 我会觉得我们都应该在这个部分 尽可能的加以改善 我们都会努力 那当然我们会认为 所有未来 如果因为石化总部南签 带给我们高雄 如果有这样的附加价值 我们本来是因为基于安全的理由 我认为石化公司所有的管理总部 要跟高雄市民一体同名 他应该来这 也知道什么叫做风险 什么叫做性大 所以说如果未来因为这样 中央统筹分配款有所增加 当然我对于石化总部的这些公司 所在地 包括石化工厂的所在地 我认为这是基本环境的公道 那高雄市政府在所有预算的平均分配上 我们还是一句话 环境的正义 污染最严重的地方 我们应该给予更多更多的支持 谢谢 好知情完毕 谢谢 休息十分钟